魏无羡很清楚蓝旺基这句话的含义,便接道,那你在他俩面前不要表现出来。 蓝旺基等的就是魏无羡的这种话,点了点头,应声好。 魏无羡十分欢喜地往蓝旺基的怀里依靠,似乎已经在幻想蓝湛身子好利索的样子了。 过些日子,我去庙里烧香拜佛,给你求个平安福。 因为真心喜欢,所以就甘愿尽其所能,只不过魏无羡不知道的是,蓝湛从来都不信那些。 若真有神佛庇佑,蓝旺基的母亲就不会死了。 这世上求神拜佛的人,却还不都是各有各的苦难。 这是蓝旺基的观念,所以此刻的他只是不想让魏无羡白跑那一趟。 不必,你在我身边,我就会平安康健。 魏无羡笑出了声,他当这是蓝旺基的情话,殊不知此刻的蓝湛在向他许诺。 这次丫鬟去蓝府送信,魏无羡让他打探一下姑爷的事,主要是知道秦陪在那件事之后有没有去过蓝府。 顺便魏无羡还让他加了点消息进去,称大少爷和少夫人最近吵得凶,好像大少爷被气得身体更不好了。 在说完这些后,魏无羡呸呸呸呸的几声,哪怕是胡编乱造他都舍不得往蓝湛的身上逃,实在是心疼得紧呢。 这丫鬟那天看到了大少爷是如何抱着魏无羡回来的,所以这会儿看着魏无羡在他面前喋喋不休地说这些,就有些恍惚,发呆似的反应很慢。 记着了吗? 嗯,嗯,记记下了。 想什么呢? 有喜欢的人了? 小丫鬟连忙摆手,没,少夫人别乱说,魏无羡笑了笑,跟我过来。 魏无羡带着他回了房间,找了凉匹布,又给了他两吊钱,去做凉身衣裳。 使不得使不得,收着,这花色也不是我和蓝湛能穿的,你姑娘家穿着才好看。 这还是从蓝府拐来的,所以也是好东西,小丫鬟自然是喜欢的,再加上魏无羡成心给他。 也就不再推脱了,谢过少夫人。 行了去吧。 小丫鬟欢欢喜喜地出去了,在院子里遇到了刚回来的蓝忘姬,连忙叫了声大少爷。 蓝忘姬浅浅地嗡了一声,却看出他面颊泛红,好似一脸娇羞,手里抱着布匹,还是从他的房里出来的。 不过蓝忘姬没有问他什么,而是静止走进了房里。 蓝湛你回来了,买了什么? 卫无羡凑过来,就要看他手里拎着的是什么,却被蓝忘姬一把拦住了腰。 他来这干什么? 卫无羡如实回答,没想到蓝忘姬却有些吃醋了,心里想着的都是,卫英太勾人。 青楼里的小官,男女通吃的琴陪,连院里的小丫鬟跟卫英说会话都会脸红。 到底买的什么?吃的。 卫无羡忽然被抱起,本能地抱住了蓝忘姬的脖子,蓝湛你干嘛? 一会再吃,我想先吃。 卫无羡还有点萌萌的,不能一起吃吗? 蓝忘姬抱着他往里走,笑得十分得意,蓝湛不行。 先不行蓝湛,我,我,一句话说完,魏无羡的耳朵就已经红透了,所以每天也仅仅局限于跟蓝湛亲亲抱抱的腻歪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